某男星经常去看钢场科 W上快本耍大牌 郑爽要隐退了 GAI在微博斯线聊妹 GAI在微博斯线聊妹 近日,又有人爆出了GAI在2016年聊妹的聊天记录 不得不说,这尺度实在是有点大的啊 原来GAI是这样聊妹的,真的是让人很难接受 而且16年的GAI也并非单身 GAI不止在微博斯线里聊妹,还在评论回复里骂网友 这些内容好恶心,假如真是GAI发布的话,间接暴露它的品德低下 不过,GAI本人没有对此时做出回应 假如你是女粉丝,被偶像本人聊你会怎样 郑爽要隐退了 确实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后来查识,有黑粉冒充郑爽 一期云以私自建立号称 争小爽语音福利群的聊天群 该黑粉在群中散播谣言 还声称还为了粉丝要眼退娱乐圈 当时群里的粉丝顿时迷惑 纷纷信誉为真 随后郑爽的助理也出来澄清说是被黑粉冒充了 黑粉可能也是借着郑爽许久未露面故意抹黑 郑爽除了会在自己的APP中与粉丝互动沟通外 不会在其他地方出现 更不会私自建立什么的人群 W上块本耍大牌 上个月有一期快本某电影剧组去节目上宣传 本来还有一个爱发哭罩酒连拍的小明星 粉丝们都已经发了英人的通知 结果大牌男星W直接给节目组打电话说不让他来 节目组没办法只能临时换了另一个小明星 某男星 某男星经常去看肛肠科 某男星有段时间经常去某个私人诊所看肛肠科 现在已完成手术修复 恢复情况比预期更好 但G门部位因刚裂过程中的肌肉撕裂 已留下不寻常的疤痕 经纪人还给医生护士发红包 要求保密 他跟老婆算是行婚 不过他老婆不算同期 因为都是各玩各的 也是他老婆主动踢出来的 可以用这种形式对双方都好 G.A.I.在微博私信聊妹 近日又有人爆出了G.A.I.在2016年聊妹的聊天记录 不得不说 这尺度实在是有点大呀 原来G.A.I.是这样聊妹的 真的是让人很难接受 而且16年的G.A.I.也并非单身 G.A.I.不止在微博私信里聊妹 还在评论回复里骂网友 这些内容好恶心 假如真是G.A.I.发布的话 间接暴露他的品德低下 不过 G.A.I.本人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应 假如你是女粉丝 被偶像本人聊你会怎样 郑爽要隐退了 确实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后来查识 有黑粉冒充郑爽 一期名义私自建立号称 争小爽语音服务群的聊天群 该黑粉在群中散播谣言 还声称还为了粉丝要隐退娱乐圈 当时群里的粉丝顿时迷惑 纷纷信以为真 随后郑爽的助理也出来澄清说是被黑粉冒充了 黑粉可能也是借着郑爽许久未露面故意抹黑 郑爽除了会在自己的APP中与粉丝互动沟通外 不会在其他地方出现 更不会私自建立什么的人群 W上快本耍大牌 上个月有一期快本 某电影剧组剧节目上宣传 本来还有一个爱发枯罩九连拍的小明星 粉丝们都已经发了姻缘的通知 结果大牌男星W 直接给节目组打电话说不让他来 节目组没办法只能临时换了另一个小明星 某男星经常去看钢肠科 某男星有段时间经常去某个私人诊所看钢肠科 现在已完成手术修复 恢复情况比预期更好 但G门部位因刚烈过程中的肌肉撕裂 已留下不寻常的疤痕 经纪人还给医生护士发红包 要求保密 他跟老婆算是行婚 不过他老婆不算同期 因为都是各玩各的 也是他老婆主动踢出来的 可以用这种形式对双方都好 请不吝点赞 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